2024年3月3日 福宝归国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韩国民众排队送出祝福 看到你的独善症面目 而不是从这个影像当中看到你 前段时间也是听说了他要回国的这个消息 还是蛮开心蛮期待的 回国之后的话 就是希望他能回国早点适应国内的生活 2020年7月20日 爱宝诞下福宝 这是在韩国诞生的手织大熊猫幼崽 三年转眼过去 今年4月初福宝回到中国 入住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沃农神术品基地